歡迎收看我的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我們在上一集介紹這個輔助線 那我們的作業留下來的幾個問題 都是需要用到輔助線來去幫助思考的 那我們依序來看一看 這個問題呢其實是相對簡單的 因為它的引導性比較強 那我們上一集講到說這個輔助線怎麼畫 重點其實在於說你畫的那條輔助線要做什麼 但是事實上就是 的確有一些輔助線很難想到要這麼畫 那這一集相對之下呢 它的輔助線比較好想到 為什麼呢 因為它已經給你一個五五六的這個三角形 好那這個三角形應該至少對於某些這個 比較有認真在做作業的同學來說 算是蠻常見的東西了 那五五六的這個三角形 它就會讓人想要去這樣子算出它的面積 對不對如果我把這樣子一刀 這個三角形中間剖一刀下來 等下三角形 等下三角形中間剖一刀下來 尤其即便它不是五五六 其實你如果看到等下三角形 都可以試著剖這一刀看看 那剖下來之後呢 這個三這個三這個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直接算出來 三角形ABC的面積 它其實是六乘四除二 也就是這個十二 那這樣子的話BD其實就複之一出來 如果你以 AC為底 BD為高的話 它其實是 二分之一的ACXBD 那因為AC是五啦 對不對 所以它BD是 五分之二十四 可以嗎 那來看底下這個 這個在前面這一題底下 其實有一點點幫助思考 要不然的話這一題又會 這個可能 很多人可能就不會去做 那我們上次再給大家看這個作業的時候 我有提醒到 其實我們知道任何一個三角形 我們知道它三邊長 我們其實都可以去求出它的面積 用什麼方式求呢 這個13 14 15 用什麼方式我們可以去求出它的三邊長呢 我花太大了 用這個方式 他說AB是13 然後BC是14 所以這一邊是B C是15 做出一個高 那這個高要做哪一條 其實是都可以 其實是都可以 那只是因為我 算過 所以我挑一個算出來 比較容易有整數的地方做 搞不好其實三個高都不是整數 不一定 那所以其實是隨便一個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挑的是用A去做高 產生的這個叫做A珠 1做 A珠 垂直BC 鎚足為珠點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產生兩個四角三角形 一個三角形是A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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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那麼在三角形A珠B這邊呢 比如說我們設 B珠 4X B珠 A珠是X 那 於是呢 這邊如果是X的話 這邊就是14-X 那這個 這一個 指導三角形可以用B式定理算A珠 這個指導三角形也可以用B式定理算A珠 那這兩個A珠算出來會是同一個 所以 因此就可以用來劣勢 換連色寫 所以在三角形AB珠中 在三角形AB珠裡面呢 好 這個A珠的平方會是13平方-X平方等於A珠平方 那在三角形AC珠裡面呢 它又會等於是15平方減掉14-X的平方 可以嗎 整理一下 那如同大家看到的 我錄這影片立可帶用理想 我買立可帶都是一次買20個的 OK 那所以這樣子我就可以寫出一個等式 那這個等式可以用來解 可是看起來好像很難 其實不會喔 因為我們把它展開來順便抄到底下 你會得到13平方 我們就直接 13平方直接算出來 你會得到169-X平方呢 會等於 對面的是225-196加 他這個其實 14-X平方也就是 X-14的平方 他是X平方-28X加169 那因為外面掛一個負號 所以負的變正的 正的變負的 所以是變成-169加28X-X平方 我剛剛為什麼說不會很難算呢 因為這個-X平方已經 左右兩邊都有會消掉了 那這個15-14平方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兩個連續整數的平方差 其實就是他們兩個相加 所以這兩個看有差29 差29的話呢 一過來他就-29 所以你就會留下140 等於 28X X等於 A珠等於 這個 這個等於5 那所以他是8 所以A珠是5 這個是8 這個是8 A珠是12 這個是5 這個是12 這是5 12 13 那這個是12 這個是15 這個是9 9加5剛好14 他是9 1215 剛好兩個都是我們熟悉的 這個 那當然 這個題目不一定是這樣子的 的組合 就是我說 可能有可能 高跟你的底算出來不是整數 那 OK 但是 你要知道高跟底就算都不是整數 你還是一樣可以把這個平方消掉 所以其實就是解一個1元0次方程式 只是你劣勢的時候會有二次的 那 就是你要願意去這麼去算 如果你 沒有找到特別的方法可以算他的面積的話 你要知道只要你有三邊長你就一定可以算 那這樣子 求出AD之後呢 AD是12 所以面積是 最後我寫在這邊 12乘以14除以2 所以是7乘以12 84 這樣可以嗎 OK 那麼就是這一題 所以就是說 我們透過做這條輔助線 透過做這條輔助線來 去計算 我們最後可以算出AD 把這個面積算出來 好 我們來看這一題 他說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然後 D1是終點 然後 FG又是 Db和C1 的終點 那這樣子這條連起來的xy 他問你中間這段xy跟 bc比起來 bc是幾倍的xy 問你這個幾倍 這個k 那這樣子這題怎麼做 你可以按個暫停 就花個 我想大概一分鐘或半分鐘就做出來了吧 我們剛剛在講嘛 就是說 輔助線到底要怎麼拉 關鍵在於怎麼樣 拉了做什麼 那你怎麼知道拉了這個有沒有用 不管是我們剛才 拉出來算 指導三角形 拉出來算面積 還是我們前一集在講說 飛鏢型 星星型 等腰T型 的輔助線拉出來做什麼 其實有一個關鍵啊 就是說 拉出來之後的那個動作 你熟不熟 如果拉出來之後產生的東西 就是用來解鐵那個動作 你很熟 那你 胡亂試 試的過程中 你看到熟悉的 你就會留意了 如果你前面就學得很 不踏實 所以你對這些推論都不熟悉 那即便你有偶然的拉出了這條輔助線 比如說我現在告訴你 如果我剛剛講這句廢話的過程中 你已經 做了 那就代表你比較熟 如果你沒有做 那我現在告訴你 我要拉的輔助線是第一 我把第一這條線畫起來 是有畫的 對不對 那又代表什麼呢 然後能做什麼呢 如果你對於 我們前面在介紹T型的時候 曾經算過這個嗎 T型終點連線 這一條是上底加下底除二 如果他畫過兩個對角線 這一段是下底-上底除二 的這個推論熟悉的話 你現在我把第一畫出來 你就會發現 好像有用喔 如果你亂試 你剛畫出來 你熟悉的話 你就會發現 搞不好就是這一條喔 對不對 好 我們先來看之前講的這個 我們應該上一集有 這個證明 這個T型的 兩個終點連線長的這個性質 他也是用輔助線證的 那很快的再看一次 兩個終點連線 好那 因為在T型前我們覺得是平行四邊形嗎 如果你在T型裡面製造一個平行四邊形的話 這是上底 這是上底 這是 這一段也會是上底 可是整個是下底 對不對 所以 剩下這段也是下底 那當然他這個中間還有透過一些平行的證明 平行的話會怎麼樣 兩個終點連線會跟上面平行之類的證明 最後我們會得到這一條呢 因為這是終點 好 那這是平行四邊形 所以這個也是這一邊的終點 那他是三角形終點連線 所以他是底的一半了 而且平行底邊 所以這一個是二分之一的下底 所以整條是上底加上二分之一的 上底加上二分之一的下底 好 更正 他不是二分之一的下底 我每次寫到這裡都寫錯 他是二 這個不是下底 這個是 下底-上底 對不對 好 那展開來他是上底加上二分之一的下底 減掉二分之一的上底 所以最後就會變成二分之一的上底和下底 我把整在上面 對不對 好 那最後變成二分之一的上底 下底-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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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夾上二分之一的上底加下底 這樣子 好 那來看看剛才的這一個 如果有畫過這個對角線的話 那 其實就是一個複習啦 這個我們之前都證明過 所以你看我講很快 那 如果他有畫過對角線的話 這題反而不需要畫輔助線 你也可以直接用剛才的結論 又或者呢 其實你直接看這裡 他這個XY 我們 把這個叫做P跟Q好了 那我直接寫 QXY 是一半的C豬 對不對 所以QXY 是 QS 這是下底 QXY 是二分之一的下底 AB是上底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對不對 這個三角形裡面它也是終點連線 所以QY是二分之一的上底 對不對 那你這樣就可以算出來 XY 是 二分之一的下底 減上底 可以嗎 好 那所以說回來上面這裡 第一是一半的BC啦 D1是一半的BC 所以假如說BC是A 算了就直接寫 D1是 二分之一BC 那XY呢 他是下底減上底除二 所以XY是 BC-D1除2 那BC-D1 那BC-D1 D1是一半BC 所以BC-D1 一半剩一半 好 再乘二分之一是 四分之一BC 所以這個K會是四 因為K是 問BC是幾XY 那我們呢 好 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好 那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輔助線的問題 我們來看這一題 ABCD有一個四邊形 他是一個任意的四邊形 那他跟你說他的對角線夾60度 然後說對角線的長度也給你喔 AC是5BD是7 然後問你這個ABCD的面積 OK 那這個題目怎麼做呢 在求這個四邊形面積的時候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我們有一個做法 有一種輔助線的畫法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把 我過B點做平行AC 過珠點也做平行AC 過C點做平行B珠 過A點也做平行B珠 這樣子我就會產生一個平行四邊形 這兩條平行這兩條平行 然後這兩個跟他跟他一樣長 所以都是5 這兩個這個跟他跟他都一樣長 也都平行 所以是7 然後這裡是 60度 因為他兩條加60度 所以這兩條會加60度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麼呢 這個四邊形的面積 因為你會發現這裡也是平行四邊形 然後他是 切一半 這裡也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然後他也切一半 所以ABCD面積會等於大的 這個平行四邊形面積的一半 那大的這個平行四邊形面積到底是多少呢 五七六十度 那他是這樣做的 要去算這個的話 又需要一個 輔助線 你要取高 那要取高這個高會是多少呢 因為這裡是七 這裡直角三角形 三十六十九十 一比根號三比二 所以如果這個是七的話 這裡其實是三點五 那這個是二分之七 根號三 所以其實大的這個平四邊形面積是五乘以二分之七根號三 所以是二分之三十五根號三 那 ABCD 是他的一半 所以是 四分之三十五根號三 亂寫 OK嗎 我們算很快 因為 其實這題之前沒有看過啦 但是類似的東西 我們再算 把它圍起來的這個做法也罷 然後算 平行四邊形面積也罷 這個都是做過的 所以就算很快 那 後面的題目 你假如怕我解太快的話 其實你可以按一下暫停 就是我一講完題目 就先按暫停 算算看 好我們來看這一題 三角形ABC中 他說 這個 AB是六 AC是七 BC是八 如果 AC上有一點P 到AB和AC的 AB和BC的垂直距離 剛好相等 那問你AP這個線段會是多長 那這個 來吧 做做看吧 對不對 按一下暫停做做看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這樣子看完題目 你是看著他發呆呢 還是你能讓自己趕快的畫出他的圖 對不對 一個三角形三邊也都給啦 對不對 那三邊都給了 AB是六 AC是七 就這裡的這個是A嘛 這個是8的話 這個是B就是C AC上有一點P 對不對 問你AP是多少 為什麼這樣就可以回答 什麼叫做 P點到 A B和AC的垂直距離剛好相等 這什麼意思 那其實呢 好 欸 有沒有人想到啊 我們前面 複習了這麼多集了 現在突然這句話 P點到 ABBC的垂直距離相等 你能夠想到嗎 它其實就是 我就用藍的吧 腳屏分線啊 腳屏分線啊 腳屏分線上任一點到 直到兩夾邊等距離嘛 對不對 對不對 OK 所以它是腳屏分線 那腳屏分線又怎麼樣 好 我們剛剛算那麼多了 內分比性值嘛 對不對 內分比性值的話呢 所以說 這邊比這邊 6比8就是4比3 剛好這邊也會是4比3 那他4R加3R 合起來7R 所以 其實AP 就剛好是3 可以嗎 下面這個 這是老題目耶 這老題目 他說 AB如果等於AC的話 請你證明 這個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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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證明B珠 會等於PE加PF 然後說的 這是老題目 所以大概只給你10秒鐘的時間 那要做就快 我們剛剛要把它解開來了 這不算是老題目 而且是那個 很早學的 那因為很早的時候 學的東西很少 所以我相信大家應該 對這個東西都有印象 這是怎麼證的 把AP連起來 然後因為他說 AB等於AC 所以他就等於要三角形 那 三角形ABC的面積 三角形ABC的面積 他可以說是 AC乘以他的高BD除二 ABC的面積 那三角形ABC的面積呢 也可以說是 ABP的面積加上 ACP的面積 而ABP的面積 ABP的面積 用AB當底 是 是 2分之1 PF 乘AB 而 APC的面積是 2分之1 AC 乘P 可以嗎 所以我們就出現一個等式 齁 再寫一次在底下 2分之1 ACBD 會等於 2分之1 ABPF 2分之1 AC PE OK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2分之1 殺掉 因為AC等於AB 所以殺掉 那在這個動作 最重要的一點 在那個時候還會錯 在這裡的時候 如果有人錯的話就 太不應該了 就是你在約掉 AC的時候呢 你 等號兩邊要同除 AC 所以這邊約這個的時候 這兩個都要一起約掉 如果有人 AC約掉了 AB還留著 或者是看到ABAC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AB等於AC 他沒有去約 那 那你就不會對 喔 所以這樣我們就證明出來 BD會等於 BF加P PF加 P 這裡寫錯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麼 好 這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這個也是 老題目 這也是老題目 這也是老題目 求EF 是正名 3AB 而且這我們在之前做複習的時候也證明過 所以這一個作業應該不會在課堂上講 大家有興趣自己去看那個作業的詳解 這是一個做圖問題 我問你怎麼做才會 做出想要的 評分ABC的面積 那我們這集上到這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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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